花蓮市長魏嘉賢在日前前往了中原國小 頒發當選證書給自治小市長 嘎召嘎助 勉勵小市長以及其行政團隊落實證件 並成為學校以及學生之間的溝通橋樑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市長 日前 花蓮市長魏嘉賢前往中原國小 受到全校失聲的熱情歡迎 他除了恭喜自治市團隊上任 也親自頒授當選證書 而中原小市長嘎召嘎助 也以議席原住民傳統服飾現身相當亮眼 向全校失聲介紹他的團隊 並感謝所有人的支持 謝謝同學把神聖的一票投在我身上 讓我有這麼高票的票數 想做出一些證件 證件的發表 然後到投票 我們希望就是仿造目前的一個民主的一個制度 但是更重要的其實是在民主的一個精神 我們也一直跟孩子們講 就是希望孩子們他們能夠用一個合理的 一個可實際執行的一個證件 然後跟學校一起來做一個願景的一個規劃 那我覺得這幾年其實事實上 孩子們的素質也跟著在提升 那嘎召嘎助是一個很優秀的孩子 品學兼優 那我們期盼他未來能夠變成學校的一個典範人物之外 也可以完成自己所提出來一個證件 那剛剛也跟他們的小團隊來做一個見面 那我們期盼未來有需要 歡迎是公所協助的地方 那我們也會持續的來跟小市長跟學校 來做相關的合作 那我們期盼每一個孩子們 在民主法治的過程裡面 能夠學習到民主的精神 更能夠學習到民主最重要的意義 嘎召嘎助生長於封冰箱 國小五年級時轉學到中原國小 並加入棒球隊 這次當選小市長後 也提出四項政見 分別是新建一個四到一樓的溜滑梯 舉辦躲避球大賽 以及兒童節當週禮拜三翻轉上下課時間 並且舉辦水中尋寶大賽 而市長薇嘉賢也期許小市長和他的團隊 能夠發揮合作精神 扮演好學生與校方間的溝通橋樑角色